字幕提供 好,现在我们来第二种题目类型 分母为一次式的沉迷 也就是我的分母现在是一个音式 可是它的这个音式叻 是一个完全平方 或者是一个完全立方的一个形式 好,来看一下题目 x-2的完全平方分之3 x-1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求出这个分式的部分分式 我们应该怎么求呢 按照第一个题目类型的方式 不就是把它分成 分成两个音式吗 x-2跟x-2 大家就会开始去想 x-2跟x-2 是不是有x-2分之不知道 加上x-2分之不知道 而成出来的呢 其实不会,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两个分母 两个分母 我现在放a 加上b 它其实相加的话 它只有一个分母 它跟我的两个分母 其实是不相符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去把这个类型认成是另一个 所以按照第一个方式来解我们的 一项沉迷的题目的话 我们其实是解不出来的 因为它其实分母不会一样 所以这个方法行不通 这样我们就想想 我们到底要用哪个分母来 来解决这个题目呢 来看一下哈 好,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我的分母现在是x-2 加上x-2的平方 我不管分子是多少 我不去理它 现在我们试试看 去解决 我们去算算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会让我的分母等于x-2的平方 其实没有错 x-2 加上x-2的平方 我去做通分母的时候 它会得到我的分母x-2平方 所以我们的部分分式的分母 要分成x-2和x-2的平方 这个类型 所以它比较特别 连分子怎么办 分子我不知道 分子就放a跟分子放b咯 按照第一题 第一个题目类型来做的话 它是一个分式放称式 我们去做区分母 区分母分的话 分母lcm会得到x-2的平方 所以我们去做区分母 左式会得到3x-1等于a 因为我分母只有一项x-2 我的lcm是x-2平方 所以我要乘多一项给分子 加上b 好,接下去我去做做看 数值代入法 好,我现在如果用数值代入法的话 我会带用x等于正2去做代入 3乘2-1等于a2-2加上b 所以说6-1等于b b原来等于5 所以b找到了 b有了 现在我再找看看 找看看a 现在你看一下 我的b这一项 它没有任何相乘的东西 所以我用数值代入法去做代入的话 好像是解决不了它 这样怎么办呢 所以大家如果用数值代入法的话 我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可以找得到其中一个代定系数 可是另外一个代定系数 就因为我没有东西好相乘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设 没有办法用 用数值代入法 去让我的另外一个代定系数不见乘于0 所以我们试试看不用这个方法来解 大家还记得吗 那我们除了数值代入法 我还有另外一招叫细数比较法 细数比较 细数比较法是什么 是我去做展开相乘过后 能再拿位置来比位置 好来看一下这个 a乘x-2a加上b 好看一下位置比较法 现在我的细数 ax跟3x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明显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a会等于3 -1会等于-2a加上b 就因为a已经等于3了嘛 我们去做代入 -1等于-2乘3加上b -1等于-6加上b b等于正5 所以我用细数比较法来解 这一类型的题目的话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先把答案先总结写一下 3x-1分母为x-2的平方 它会由x-2分之a是3 加上x-2平方分之b是正5 它原来是由这两个部分分式而组成 相架组成的 所以这是第二种题目类型 分母为一次式的成名